画面上是在清发战争纪念园区举行的中原普渡 由镇沙社区发展协会一巡往例主办 并邀请副市长邱佩玲 轮值主谱的张廖简信宗亲会 理事长廖大明、主委张通荣等宗亲代表 及市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卫生局长张贤震 跟法国在台协会代表等人 共同参与这场普渡仪式 副市长邱佩玲也代表基隆市政府至上最深切的悼念 借由法师诵经、献香祭拜、音乐演奏等隆重的仪式 来悼念在清发战争中阵亡的军人 也普渡无主孤魂 非常感动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记得在开开门的时候 张前市长就说 开了开门 让所有的地下的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来这里接受我们人间的供养 也希望可以和乐 那我刚才在现场于里长就告诉我了 大家可以看右边的两棵大树 这两棵大树 我觉得好像就代表清发战争的两边的人 他们最终一百多年前 他们在这里生根 他们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原来和平跟爱是最重要的 我们张局长非常用心 这回大家欢迎大家晚上过来这边看 晚上还用法国代表的雷斯办了一个策展 希望用这个让大家知道爱跟和平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传递的是和解和和平 希望基隆谢谢大家办这么好的活动 希望基隆在大家的努力下 真正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主办单位特别准备法国面包和红酒等普渡祭品 来祭拜外国好兄弟 充分展现基隆中原普渡 部分族群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 透过这场普渡追思仪式 也凸显了尊重生命与和平的珍贵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